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到梁勝文他竟然說 他說從我們先人歷史當中可以看到 作為一個道道地地的台灣人 也可以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誰是中國人啊 我才不是中國人 他說這兩種是相容沒有衝突的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他的想法就跟他爸是一樣的 他說這個民進黨又是放火的一方 這個問題都推給民進黨 他說國民黨是救火的一方 放火的居然還變英雄 救火的反而被否定 我覺得他是不是沒有睡飽 他還沒有從上次 他市長選出的創傷裡面走出來嗎 曉芳姐 你覺得他是不是還沒有從創傷走出來 他現在應該是一天至少兩瓶的 這個四萬塊錢的紅酒喝ㄎㄧㄤ掉了 喝ㄎㄧㄤ掉 所以還沒有醒 是 你代表誰啊 你代表的是國民黨的副主席而已 你頂多代表國民黨的黨員 而且如果講出這些話 如果今天葉元智在現場的話 你問他說阿娜 那你是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葉元智說不會不會不會 他代表的是他自己的立場 他們國民黨最常這樣講 對 所以連勝文其實他只能夠代表他自己 他連他兒子都沒有辦法代表了 還代表誰啊 所以我們不需要你代表 也謝謝你 你不用代表我們 除非你要把你的家產給貢獻出來 再不然我們的事跟你毫無相關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很不要臉的 這個叫張立善 各位請看看 這個張立善這樣可以看得見嗎 這張立善是怎麼樣呢 張立善說我們拿個 我更帶來台灣的主流民意 你誰啊 上面寫的叫台灣雲林縣長張立善 你充其量代表的是雲林有投給你票的人 你帶來什麼主流民意啊 然後他這樣講 他說期盼台海和平 你要看到台海和平 變成是現在的關鍵字 是 從馬英九到傅崑奇 然後到這個連勝文 到張立善 到我們等一下也會談到的 這個所謂一群的演藝人員 那現在要談到的所謂台灣的永和黨 他們的關鍵字 都叫做台海和平 這是新一輪的這個 我覺得中國的統戰 中國的統戰 剛才其實圍山講到說 哇 習近平很愛馬英九 可是這個馬英九垂垂勞矣 完全沒有入用 所以他發現馬英九 已經沒有用了 馬英九對國民黨也沒有用了 朱立倫也是個沒有用的角色 我本來講講卡小 然後那個 你還是講 其實還是太像 可是我喜歡 講出來 我們沒有NGB的角色 沒有逼 我們不會給你逼 然後再加上 復婚級去那邊 你剛剛講說換衛生紙 是不是 錯 他換的是人家用過 不要用的 組合屋回來台灣 台灣根本也不要 所以這些都在中國的心目當中 認為國民黨沒有用 民眾黨也沒有用了 所以中國現在想方設法 那怎麼辦 我們只要開拓新方向 所以他要去找一些政治上面的小白 見錢眼開的演藝人員 然後來弄一個台灣永和黨 他要組織台灣永和黨 其實這個你如果看了他的合約 寫的也是天馬行空 這大概隨便找一個編劇寫的 但這個編劇寫出來的 他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 那就是其實中共也看不起國民黨 也看不起民眾黨 其實我們看到 中共一直在吃我們豆腐 你看王滬寧又跑出來說 這個台灣自古屬於中國 台灣同胞天生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無論台海形勢如何變化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事實 不容否認 兩岸同胞的共同國家不容破壞 兩岸同胞的主流民意不可為逆 哇塞 主流民意 台灣的主流民意跟中國的主流民意 怎麼會一樣呢 我們就是不一樣嘛 所以陸委會這次也是嚴正發表聲明 他說如果沒有辦法讓台灣人民感受到 對愛也能爭視民主 自由價值落實人權保障 任何的統戰活動和政治宣傳都是徒勞 對 我們台灣的民主現在已經被全世界看到 我們現在跟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所以想問我們的朗東 我們現在陸委會每次都這樣美美發聲 可是中國的這個統戰的行動這麼的多 這麼的複雜 以前從這個飛彈開始對我們這個 就給我們心裡恐嚇 後來變成經濟上面的紅利 現在變成更多的這個所謂的假消息 跟假的訊息 你覺得我們到底該如何面對啊 統戰有沒有用呢 台灣到底會被統還是台灣慢慢會發現 其實民主自由才是好的 台灣大部分也都覺得民主自由很可貴 只是中國因為他不斷在進化 所以他話術也會進步 例如說他就會說民進黨 綠共會打壓民主自由 他就是拿台灣人相信民主自由這個事情 透過一些錯假消息 然後去營造是說呢 好像綠營的人反而去控管言論 所以怎麼樣針對這個去破解 其實是整個執政團隊都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 特別是他們很善於利用一些 比較看起來沒那麼政治的平台啦 或透過一些平時沒有關心政治的一些小網紅啊 有些平時關心演藝的體育的等等的 回來講政治的部分的一個影響好了 第一個 連勝文他想要選國民黨主席 所以他是去中國那邊去尋求中國的認同 因為如果有中國的認同的話呢 他們接下來明年的這個國民黨黨主席改選 因為很多國民黨的中常委都在中國有做生意 搞一些協會有的沒的啦 所以他們如果呢 嚴格起來獲得這個中國主義的話 連勝文就會把朱立倫給幹掉 所以連勝文去那邊是要幹掉朱立倫 張立善去那邊是要幹掉黃國昌 然後去那邊跟他 因為張立善想選新北啊 他就跟侯友宜整天在那邊混在一起 還帶著雲林跟一堆人 然後跑去這個一堆官員二三十個喔 跑去新北那邊說 我們這個雲林跟新北有很多相似的這個地方 我來這邊跟侯友宜遲早學習啦 所以張立善去那邊是講小話的啦 去那邊去跟中國這些官員講 就說我跟你講那黃國昌不可信啊 他以前都是偏綠的 你們不要去挺他去選新北 所以張立善去那邊就需要去罵黃國昌的啦 那金門那個不重要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去管他 所以這幾個人去海峽論壇 基本上就是為了自己接下來的一個政治前途跟發展去的 然後去那邊去群求中國一個支持 因為中國很愛去戒選嘛 如果就在2026再借選一下 這個張立善可能就上了 連勝有可能會再多出現耶 沒錯沒錯 他們就尋求中國支持嘛 那包含是說 因為像民眾黨喔 中國都覺得他們現在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藍白 這樣子在去年搞到亂七八糟之後的話 對於這個中從的選情 讓他親自當選 中國他是這樣想啦 所以你看他現在都不邀民眾黨 他覺得民眾黨出來的話未必是好事 那只有一個喔 張凱鈞自己又跑過去一下 可是民眾黨你看喔 然後民眾黨他不是說他不想去喔 他是說他沒有接或會邀請 這有點酸啦 但以為他這樣講的意思不就是說 如果邀請他就會去了嗎 他很想被邀 他很想被邀 這怎麼沒有邀我呢 沒有邀他 因為中國是很在乎道統跟傳承 他覺得民眾黨是剛崛起的一個政黨 而且他過去跟綠營 柯文哲跟綠營走得比較近嘛 所以其實對中國來講 然後他一直對於民眾黨信任度 是沒有那麼高 那一直民眾黨是 其實他很想去啦 只是說現在這個門還沒有為他打開 有幾個歲的厲害耶 但對於台灣人來講 你做這些事情跟政治舉動的話 其實都會覺得說 那你跟中國搞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要破壞台灣這些民主 那我覺得王滬寧喔 他是說什麼理論大師嘛 結果現在講這些有著沒著 就感覺也沒什麼創意 好像是把去年前年的東西複製切上 在講一次一樣 我研究了很久 也是沒什麼新的東西 就表示他們現在連統戰都不是很用心啦 所以說王滬寧你要加油 創一些新的名字出來 不然我們政治評論員 也不知道該評論什麼 對不對 你講一些什麼 什麼台灣同胞 都是什麼中華民主義分子 台海形勢如果變化 我繼續念下去的話 瀏覽率就一直下降 因為就很無聊嘛 你要搞統戰你要有創意嘛 所以王滬寧加把勁啊 就不要在那邊講一些老生常談 好啊真的是 台灣也是要加油 我們要請最了解我們民眾黨的Grace 要來講一下 其實我們看到啊 民眾黨這次還是有人 有去到這個海峽論壇啊 這個張凱鈞他是這個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這滿大的 等於說他可以有這個權力的核心 開會決定事情 他說民進黨造成兩岸關係降到冰點 民眾黨始終堅持兩岸一家親 他講出來了 民眾黨堅持兩岸一家親喔 他說繼續推動兩岸交流合作 兩岸交流總比斷交好哇 然後結果這個民眾黨發言 戴宇文很緊張跳出來說 沒有沒有 民眾黨沒有接獲海峽論壇的邀請 所以張凱鈞是用個人民意出席啦 不代表黨中央 然後鋪馬也說啊 他說 這個重點 這個不管藍白去了多少人 最重要是回來做了什麼事 因為我們之前知道 傅昆奇去了之後 聽說好像中國有下令說要修國安無法 還要做一些 把一些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把它打開 把門給打開喔 金流也打開 管制也就是全部打開 所以重點是回來之後做了行為 那想問Grace 你怎麼看民眾黨現在去這邊 去中國的一些態度 那你覺得他們回來會被交辦什麼任務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應該是說 張凱鈞雖然大家不認識喔 但其實他在這個民眾黨的角色啊 其實並不像是人家說他是這個 什麼卡蕭 其實是在腳騷還要上面一點點 在腳踝那個部分 為什麼 卡蕭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他的職位是什麼 他的職位是台商委員會主委耶 所以很大 他是負著金流的嗎 民眾黨的金流要靠他嗎 我是不清楚 可是他掛的是台商委員會主委 今天台商委員會主委 到這個中國那邊 難道柯文哲不知道嗎 那其實應該要知道 其實張凱鈞在上個禮拜 前往中國之前 是有跟民眾黨黨部報備的喔 結果沒想到你看 今天民眾黨的發言人 這麼快速的跳出來跟他切割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不公不義啦 更嚴重的是什麼 更嚴重的是其實 其實就於啦 其實香港的這個 電子媒體爆出來說 民眾黨冒號寫 兩岸一家親嘛 所以才有這張照片出來說 這個張凱鈞呢 在所謂這個海鄉論壇 發言兩岸一家親這個部分 我就問 張凱鈞有錯嗎 兩岸一家親 是柯文哲喊的耶 所以張凱鈞過去 然後落實了柯文哲的意思 我請問一下 他有什麼錯 今天如果 因為據說啦 現在這個黨的內部壓力很大 那麼這個黃國昌也說 看這個黨中央要怎麼樣處理他 我是覺得這太沒道理了吧 你要嘛 如果張凱鈞為了這件事情 被開除 所謂這個 這個中央委員一職 那我覺得 你柯文哲黨主席 是不是自己也要先離職 因為兩岸一家親 全台灣就是你說的嘛 對啊 那你沒道理啊 你昨天說你要親 今天又說不親 對不對 哪有男人這樣子的 對不對 對嘛 全台灣都知道是你要跟中國親嘛 對 對不對 那你突然間張凱鈞一講 就說不行 中國是我能親你不能親 這沒道理啊 所以我就問說你民眾黨的政治路線 自己要講清楚 你不能夠說 原來柯文哲說的可以 我說就不行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 而且更何況 今天民眾黨說他們沒有接獲 海峽論壇邀請 我跟你講 民眾黨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這個海峽論壇 就組了一團十二個人就去了嘛 對齁去年有去啊 去年就去了嘛 那為什麼你今年說你沒有獲邀請 我不相信嘛 因為你去年可能去的表現不錯 別人才會繼續邀你嘛 那這一位所謂台商委員會主委 他是有這樣的黨職 所以他代表著 民眾黨去了嘛 那頂多說民眾黨有說沒有 這是他們個人行為 我覺得 找這個理由 我覺得OK啦 我覺得可以過關 但是你不能說 民眾黨並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不可能 因為上個禮拜 他都會報備吧 他上禮拜確實有報備啊 新聞其實就有出來啊 他帶了兩個人一起去 三個人去嘛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你突然間要跟他切割 那你民眾 到底在緊張什麼 我認為就是民調 他們很擔心嘛 所以你不能在這個所謂 在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你就想要巴著國民黨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騙騙大家說 我是泛綠的 所以我不允許 我們的這個幕僚跟幹部 前往中國 我覺得這個太沒有道理了 是 我對你 沒有 在這上面 你這樣做 就算不斷 你其實 我可以